I'm not ashamed to all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啥该是谁?耶稣为什么要拜访他? 你好,今天中文版的走过圣经将修行路加福音的第十九章一到十节 并回答这个问题 下面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 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 有一个人名叫撒该 做税利长,是个财主 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 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 所以不得看见 就跑到前头爬上山树,要看耶稣 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 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 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他就急忙下来,慌慌喜喜地接待耶稣 众能看见,都私下一论说 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 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 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群人 我若而榨了谁,就还他四辈 耶稣说,今天救人到了这家 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能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散的人 那么在上一次课当中 耶稣是在耶利哥附近一世满人 那么我们讨论了耶稣从耶利哥到耶路撒冷的路上 他在路加福音的和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当中提到的是同一条路 那么唯一不懂的是耶稣正在前往耶路撒冷 而撒玛利亚人则是要前往耶利哥的 所以耶稣是在上波 而撒玛利亚人是在下波的 那么耶稣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呢 因为耶稣正在接近他事工的最后一周 他将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那么在上一次的学期当中 我们也讨论了福音书当中 关于耶稣一致满人的地方之间的一些假设的差异 耶稣是像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所说的那样 在他离开耶利哥的时候医治的那一个人 还是说像路加福音所说的那样 在他接近耶利哥的时候医治的他呢 那么我们应当注意到的是 在耶稣的时代 他是有一个耶利哥的居民区 能不能居住的地方 还有一个是耶利哥的市政区 能不能要在那里工作的地方 那么得出这个结论也有助于解释 耶稣在第十九章这里遇到撒盖的地方 那么如果说耶稣是在离开耶利哥的时候医治的虾子 那么耶稣又如何在经过耶利哥的时候 遇到撒盖的市呢 是不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是这个故事和第十八章末尾的故事的顺序有问题的 虽然说这也是有可能的 那如果是这种可能 路加就犯了一个错误 那么也就意味着路加是没有受到圣经 所谓的上帝的启示的 那么又或者是说 路加在第十八章末尾指出的是耶利哥的住宅区 但在第十九章开始时 指的是耶利哥的市政区呢 一次怀疑论者 他当然是用于损责路加犯了错 但是当你真正坐下来 仔细想想时 后面的这个损像是更有意义的 耶稣正在前往耶路撒冷 那么在马可福音第十章 五十二节中明确地指出 但耶稣一致下指之后 他是继续前往耶路撒冷的 他在穿过耶利哥的市政区 然而路加福音第十九章 第一节说 耶稣是在经过耶利哥之后才看到撒该 也暗示着耶稣遇到这个人的时候 并不在城里 可能是在城外的 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 撒该是一个税吏 这也意味着 犹太人会认为 他是一个罪能 当然我们稍后会发现 撒该他并不是一个典型的税吏 他听说了耶稣在城里 显然他也听说过耶稣 很想见他 可惜 人潮太多 他又还小 不能够挤进去看他 所以他就爬上了一棵山树 只是为了 要见耶稣的 这也是我想起的 在马可福音第二章当中的那个 贪婚的男子 他是想得到医治 所以他的朋友们甚至把他从屋顶上放了下来 撒该爬上树显示了他的信心 他渴望看到也许要听到耶稣说话传道 那么在之后耶稣就停了下来 与撒该交谈 撒该被告知 赶快下来 因为耶稣今天将要住在他的家里 结果众人都议论纷纷 以为耶稣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因为他是个税吏和罪能 但撒该说 他的行为并不像其他税吏一样 他会将一半的财产分给群人 如果说他是讹诈了别人的东西 他会四倍归还的 那么在出埃及记的第二十二章当中 我们学习到根据摩西等绿华 大多数情况之下 就是小偷也只需要两倍里归凡 他们所偷到的东西 撒该他超越了这一点的 因此我们也可以说 称他为是好人的 但是他还没有得救 慈善虽然很好 但是他是买不到救恩的 他需要听到耶稣的信息 耶稣也确保这个会发生的 为什么呢 因为人子来就是要寻找 拯救慈善人 撒该你得救不太有 因为他有信心和悔改 然而他需要顺服耶稣 既然他用一听耶稣的话语 耶稣就会向他传道了 尽管路加福音没有说 这个人是否服从的 但是从路加对这个人的描述来看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做到了 好 今天我们的训练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将在明天回来继续接下来的训练 希望大家到此加入我们 再见